红衣法师法名叫做眼音 法号叫做红衣 所以各取了一个字 为沙门衣音 今天我们讲解红衣法师的时候 我们换一种思路去讲 就是希望讲完之后 大家也可以对人生产生思考 我们生而为人 过这一生的时候 走到每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过下去 看看我们到最后 走完人生历程的时候 会交上一份答卷 我们能够把人活到几分向人 封子凯曾经说过 凡做人当初 为时不想做一位十分向人的人 但后来为环境习惯 物欲妄念等所转 往往不能够活得十分向人 九分向人八分向人的 在世间实属罕见 七分向人六分向人的 也已经值得占预 就连五分向人的人 在当今这个社会上 也算得上是上流人了 像红衣法师那样 把人活到了十分向人的人 古往今来 十分少有 为何我们说 红衣法师把他的人生 活到了极致呢 因为 人生如行路 一路下来 各种艰辛 各种风景 但是他每一步都过得很精彩 他的俗名叫做李苏彤 出生在1880年 是富二代 他的父亲是晚清三大才子之一 后来持官经商了 所以他一出生的时候 就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 是风度翩翩的公子 我们和大家讲述 红衣法师的一生 讲述他的人生历程 看看他每一步活得是怎么样的 当时他在做翩翩公子的时候 那时的他是生活在上海 参加了上海的护学会 经常都是护学会当中 投稿的第一名 以一位才子的身份 持名在上海 那个时候的他呢 二十文章金海内 毕竟空谈合有 在文学界颇有战役 他做翩翩公子的时候 我们从照片当中 可以看到是什么样子呢 头上戴着一顶小绒帽 帽子中间有一块白玉 穿着曲心背心 然后长衫 断带卷着裤脚 一个胖辫子挂在脑袋后面 当时的他眉目之间 尽现英俊之期 正是上海一流的翩翩公子 后来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 与世长辞 他与母亲的关系非常好 到了相依无命的地步 可能是因为母亲的离去 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打击 其实我们每个人皆是如此 这是我们佛门当中说的爱别离 当自亲自爱的亲人离开我们的时候 这个痛苦其实是难以言说的 你把你的痛苦诉说给别人听 我们听到之后很难做到感同身受 我们也可以产生怜悯之心 但往往都只是擦肩过 只有深刻体会到这种痛苦的人 那才是真正的穿心过 很少有人能够不为之所动的 当年的李书彤改了一个名字 改名为李哀 哀伤的爱 可能就是寄托他与母亲之间的这种感情 也是在同年 他远渡从阳 到达日本去留学 作为一名留学生 他竟然放弃了做翩翩公子 做了留学生 就把留学生做到了机制 那时的他戴着高帽子 穿着印领 印袖是燕尾服 然后脚上穿着一双尖头的皮鞋 眼镜是没有近脚的 挂在鼻梁之上 就活生生的就像一位西洋人 在日本的时候 他对西方的艺术产生了疯狂的追求 在绘画 书法 美术 音乐 话剧上面 都颇有研究 在日本还创办了春柳社 演绎悲剧茶花女 那个时候他为了演茶花女 反窜茶花女 粉末登场 把自己的腰竖得很小 我们从照片当中可以看得出 他的那个时候装扮是怎么样的 是卷头发 长发 然后穿着白色的上衣 白裙脱着地面 双手举在头的后面 然后头歪向右侧 眉目紧触 眼神哀伤 就活向茶花女 当时智商命薄的一种神情 所以他既然演绎了茶花女 就演的就是一位茶花女 后来他回到中国 由一名留学生变成了李先生 做了一位教师 他漂亮的西洋装就不穿了 他选择了做一名认认真真的教师 那个时候他穿着布衣 一双布鞋 但是他穿布衣的时候 全无穷样 反而有一种非常自在 洒脱文静的一种感觉 有一句话 形容李苏彤红衣法是非常合适 淡装浓膜总相宜 39岁的时候 他与这个盛大的城市进行告别 也是非常决绝和彻底的 选择到寺院里面去出家 法号就叫做红衣 既然做了一位和尚 他又把和尚给做到了极致 过午不时 盲邪不纳 金言律学 复兴了泯灭了八百年的南山四分律 成为了律宗的第十一代祖师 中国近代四大高僧之一 在他晚年的时候 最后留下绝笔 悲心交集 关于悲心交集这四个字 学术界至今为止讨论不休 但是大多数的人都认为 悲的是什么呢 悲的是我们众生 还在生死苦海当中沉沦 欣喜的是自己能够离苦得乐 能够破迷开悟 所以我们很难能够从 他这四个字当中去体会 当时他在原济之前的这种心态 因为这四个字成为了真正的绝笔 目前为止我们后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淋摹出他的这个字体的 他的字体也被我们攻称为红衣体 像这四个字就是他书写的 随着自己人生境界的不断拔高 字体都是逐渐在发生转变 出家之前 据说经常用行书去写字 行云流水 出家之后 基本上是一笔一画 不会连笔 悠然自在 洒脱的一种感觉 结果到了晚年的时候 又把他前面所学的法 全部都忘却 就像一个五六岁小孩刚学写字一样 这是红衣法师 他的人生的成就 我们从他的一生当中 可以看出什么呢 由一位着色公子 而留学生 而艺术文学家 而人民教师 到最后做了一名和尚 所以他的人生是典型的绚烂极致 到最后归于平淡的典型 在他的观念里面 他可能认为 所有的荣华富贵 财产子孙 都是过眼淫淫 文学和艺术方面的生育 也可能只是眼前暂时的风景 就连自己这份躯壳 他都认为是一场虚拟 他是一位人生育 非常强的人 他要寻求自己生命的本源 要寻求自己的灵魂暗化 所以他只能做一名和尚 成为了红衣法师 封子凯就说过 如果说让李苏彤的人生 再重新走一遍的话 出家还是他必然的归宿 因为他要把每一步走得都非常的精彩 从而使得他的内心当中 有的时候不知道人生的路 应该要往哪里走下去 以下我们这次参加深度游的 我了解到很多人 有很多的故事 我们也应当要思考 当下我们活在这个社会上的时候 我们在当下这个时间段之内 我们应该要做哪些事情 我记得早上的时候 有一名姐姐和我说 她说好像一眼看到了人生的尽头 来到普多山感觉还好 一想马上要回到家里面去 又怕生起烦恼之心 其实我们每一步走下去的时候 都应该要知道 我们这一辈子在人世上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到底能够把它做成什么样 不要纠结于过去 也不要看着未来 未来只是无数个现代的叠加版吗 不可能 生活总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也总会给我们带来各种的问题 既然我们处在当下这一步 我们就应当把当下给过好 你担忧于过去 纠结于未来 这叫做自寻烦恼 因为过去的已经 过去不可追悔 未来的我们寸模仆道 我们只能够当下不虚度 人生才可以无可悔 像我们这个团队里面的 我还知道还有很多人 对吧 自己心爱的人离开了自己 有的时候走不出来 还有的可能是自己自爱爱的亲人 远离自己 远离我们而去 好像一直是困惑在这个感情的纠结过程当中 依然是走不出来 其实我们应当要能够明白 我们接下来的人生路 还有很长很长 还有很多时候 我记得我们这个团里面 是长龙卧虎的 有的人可能都是中国的冠军 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 甚至把公司都开到很大 但是往往静下心来的时候 自己内心当中 真的不知道人生的方向 应该要往哪里去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从红衣法师的一生当中 能够了解到哪些东西呢 我们应当要静下来思考 是否应该要把过去给放下 我们迎来未来的方向 当下我们应当要思考 接下来的我们人生旅途 应该要往哪里去 到最后 有可能你成为不了那个最厉害的人 但一定可以成为最厉害的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